我好像用過的遮瑕比持穩米還多 我很喜歡拿鏡子 很近很近的看自己 它的噴頭非常的強 在臉上你會覺得有這種SPA感 愛我的朋友大家好我是Mag 歡迎收看風格的美妝桌 我就先從我的保養順序開始介紹好了 因為最近不是大家都戴口罩的關係 相信每個人的皮膚應該都變得很爛 我自己就很喜歡用Easy Skin的 這一個是高秀抗痘 修護凝膠 它會讓你本來可能即將要冒痘痘的地方 擦了之後它就可以很穩定 然後什麼痘痘 暴痘都不會再找到你的肌膚 這個真的非常有效 化妝水這個我在影片也是推到大概六萬次了吧 Marks&Web的這個化妝水 它是比較虛敏的系列 它的噴頭非常的強 就是那個霧在臉上你會覺得有這種SPA感 再來的話就是我最近喜歡上的敏感話題的這個乳液 它很清爽 可是它同時可以達到保濕跟潤澤的效果 因為我自己是乾肌 所以乾肌掛保證 這個保濕跟潤澤我覺得是 滿分過關的 我非常在乎不要有痘痘跟乾紋的感覺 可能以前小時候會覺得說美白 或者是要這樣白白透透的很棒 但後來我發現保濕跟保水 然後你整個皮膚是穩定的 這個效果是我自己最喜歡的 彩妝 因為我平常其實色彩在我的臉上是非常的淡的 我都是淡妝居多 所以我覺得淡妝它的一個很精髓的地方 就是在於底妝 我很喜歡拿鏡子 很近很近的看自己 它比較有任何補粉 然後它要很貼 然後貼到像我本來的肌膚 遮瑕的話我覺得 我好像用過的遮瑕比持穩米還多 如果是開架的話 MAYBWING的很好用 因為它的遮瑕效果雖然只有中度 可是它因為夠保濕 所以可以一直在反覆的堆疊 NARS的遮瑕膏 都是我覺得最容易上手 用刷具或是美妝蛋都非常的適中 那如果你是要更進階的話 MAC它有出一個九色的遮瑕盤 你就可以根據你自己的黑眼圈 或者是豆疤任何的色調自己去調整 應該會是 潤色隔離妝 護唇膏 眉筆 我以前都是穿著我自己有眉毛 所以不用眉筆 可是後來發現 只要眉毛稍微填補一些空隙的話 它其實會讓五官看起來比較集中一點點 我覺得這個是很冷門的好物 五千幣的水磁場系列的護唇膏 它比較偏修護系列 在飛機上的時候 特別容易嘴會突然 均裂 一直開始脫皮 然後甚至流血 這個的話 每一次我在飛機上用的話 它真的可以保濕 然後很彈嫩 特別我喜歡在睡前的時候使用 隔天起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唇部狀況非常好 等於像鋼鼠神 就是很彈嫩 這個的話呢 是我自己很喜歡在我房間 或者是我衣術裡面噴的一個味道 它是LUSH的味道 然後它的名字 聽起來沒有很好笑 它叫Dirty 可是它的味道真的一點都不骯髒 它真的非常好聞 剛剛大家聞了 也就是很喜歡 然後另外一個 比較療癒的小物的話 我覺得有點 有點相比 所以覺得就很喜歡 嘴巴有點什麼東西 就是也要忙一下 我就很喜歡吃 台灣製造豆干 我喜歡那個豆干就是 很硬 有一種在咀嚼輪胎的感覺 然後你會感覺到這一邊 很酸 因為它就是搭配著那個鋸 跟著那個咀嚼機 一起在那邊晚上開派對 你就會覺得真的很爽 從頻道一開始創立的時候 那個時候叫做今天穿什麼 還有我另外一個夥伴一起做 我覺得有一個原因在於是因為 我媽是我一個很大的影響者吧 她從我很小的時候 每天都會讓我穿不同的衣服 可能大家都會覺得說 我小孩子早起 然後去幼稚園上課 就是隨便穿一穿 甚至是睡衣就出門 可是我媽沒有 她每一天晚上都會幫我配好好 我就一直覺得說 買衣服穿衣服 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而且我並不會有哪一個風格 要局限自己 就是因為我覺得 每一個風格 它都會展現不同的個性 我覺得第一點的話 就是一定要拿捏好腰跟腿的體力 我就是會力求高腰 力求強調那個腿部的線條 再來第二個的話 我覺得要很了解自己適合的褲長 或者是衣長 我自己就會把我喜歡的一些單品 我覺得放在我身上 這個長度都很剛好 我就會去丈量它 接下來我會創立 屬於矮哥女孩的品牌 所以如果你也是嬌小女孩的話 你可以鎖定我的頻道 或是我的Answergram 因為接下來我所推出的 任何洋裝啊 外套啊 褲子 你都不用再老修改阿姨了 就交給我就對了 我是澱粉狂人 我很喜歡吃麵包蛋糕 各式各類澱粉的東西都會讓我覺得很開心 我都會一直警戒自己 只是年紀還沒到 有一天一定會早上門 近年來的話就是有比較認真規劃運動 期待自己哪一天的那個手部啊 或者是我的肚子這邊是會有一些線條的 目前的話我想說就先這樣子 可能頂多有時候食而弄捲 或是有點像是九雲八八那種 砰砰頭爆炸頭 我覺得也是我蠻想嘗試的 可是我後來回過頭看我幾年前不是長髮 然後沒有瀏海 我們就還是這樣好了 好 以上就是跟El的朋友想要分享 我的美妝的療癒小物 還有我自己的一些 最近的閒聊跟心路歷程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還有不想要錯過 接下來有更多的大人物來專訪 記得訂閱El的頻道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那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